大家好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交通大学出版社制作的 NCT Uplayers说书中 这个节目将为大家朗读书 分享好书 用声音说书的故事给你听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单元是重磅阅读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呢名字又叫做 《罗伯特玩假的》 然后它的副标是破解机器人电影的科学真相 为什么罗伯特会玩假的呢 那罗伯特代表又是什么意思 那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谈的机器人 Robot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 我们交通大学的杨古阳教授 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那杨老师我们今天 今天就是来帮你 介绍这本书吗 这本书我必须老实讲 我拿到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上课经常会用到很多 电影的题材来教科学跟科技的东西 然后这里面 举的例子真的是太丰富多元了 然后我每次上完课 检讨了里面几个例子 介绍给同学们之后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暗图所记 就把每一个电影都把它调出来看这样子 所以杨老师你平时就很喜欢看电影 我其实还蛮喜欢看电影 你只看机器人电影吗 当然不是 不过机器人电影我认为因为跟我的工作有点关系 我可以有一个名正言说的理由去看机器人电影 那我早期甚至觉得只要有机器人电影 我都应该要去看 我有这种形态 那现在机器人电影真的太多了 而且真的是有 你可以讲是良由不起 所以最近我会选择 我认为比较 比较值得去看的电影去看 真的 那你最近有什么比较推荐的电影 里头讲很好的机器人的故事 我觉得最近电影 我反而觉得他们对于基本的题材的探讨 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还是个人会比较推荐那些 从以前到现在比较经典的机器人电影 比方说呢 像我个人就对变人的电影 我觉得是 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机器人很害好 应该几乎是必看的电影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我们讲机器人 这个领域最有名的科幻作家 艾希莫夫的作品 然后他讲的是一个机器人 花了两百年时间 从机器人变成的过程 所以这里面如果说你知道 你是一个对科学的兴趣 你讲到你有很强的求知欲 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说我要从机器人变人 我要怎么做 从外在内在怎么改变 另外呢可以探讨说 到底一个机器人在人类社会里面 他要怎么生存 那最终你当然会 你可以回来反思 到底人跟机器人的界限在哪里 人之所以为人 人之所以珍贵的地方又在哪里 甚至也许人在某些部分 你会甚至你会觉得 根本就比机器人还不足 都有可能 所以你在从一个那个机器人的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机器人这么多的面向 就是好的电影 好的电影的话 你当然也有一些电影你觉得 哇也真的不 就是在卖他的这种灯 声光效果啦 或是那些摄影技巧 你觉得比较没有 如果说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喜欢他有些探讨一些比较人文关怀 或是说有些跟我们的一些成长过程 一些互相牵连的脉动 我会觉得比较 不是单纯只是科技 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 OK OK 我就记得在这本书里头 其实它有一个单元 我看完之后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就是在讲日本老年化社会 然后他们发展出很多机器人 来服务老人家的生活 那我记得你在里面 也就提到过一个案例 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人 他们会花那么多的精神 在做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尤其其中有一种是 照护型的机器人 那你好像里面提到是说 因为日本很爱面子 于是他们很怕说 自己未来假如说 自己比较没有办法的时候 然后那种非常困窘的样子 还被别人看见 所以他们就很努力去 去发展机器人 所以你这观察的过程是这样吗 我们大概有感觉 日本特别是有礼貌 其实觉得很有礼貌 通常你会也会思考说 它是不是比较 其实有点抗拒 自我保护 所以那部分比较强 我会觉得日本对机器人发展 里面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刚才骏如 谈到的是日本是高龄外社会 在全世界是排前面的 所以他们是真的是 很需要一些辅助 这个这样有 另外呢 日本的科技是比较进步的 所以你有条件呢 如果说我想要机器人 可是我家也没有那个财力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那另外就是社会接受度 那日本的文化里面 对于一些物品的概念 的确不太一样 他们的神道思想 当然我在这边 我并没有太多的证据 去支持我很多的论点 但大致上大家也有个感觉 就是日本的确是一个对 让机器人容易去 融入人类生活的一个环境 确实是有的 然后刚才 俊奴科比调那一点 我觉得是 我自己感觉 因为我在日本的大门大学 有去访问过三个月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很怕自己做错的事 很怕被别人看 好像自己不是很光鲜亮丽那一面 那一面其实是在的 他们就是那边 对自己很自律 就是然后希望别人 对吧 就希望别人能够 好好的看待自己 然后自己不要说去丢脸 这些是有的 那你作为一个需要 人家照顾的一个 比较老年化的社会 那你需要很多的帮忙的时候 那你又怕 其实他是外国人 他听不懂你的语言 你也很怕说在面前 失面子嘛 所以你要仰賴机器人 是真的是有 所以你自己的研究里面 也会开发类似的机器人 在你的研究里面 这个问到真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当初我在做一些 比较像是照顾的机器人 我都当做自己要用的 因为很可能我们做完之后 要用就是我们自己 这部分是有的 另外我要讲很现实的理由 就是国家里面 通常会把资源放在 比较看到两个地方 像有些国家放在国防 因为他就是认为 国家安全或是说 要展示国力 另外就是医疗 所以如果说很现实 从计划的考量 你是需要很多的经费 你就自然而然会 把钱放在医疗 不过我这里先讲一些 医疗的一个机器人应用 其实是很合适的 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机器人需要在一个 比较紧然有趣的环境 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很混乱 然后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 医院或是说 我在需要照顾的环境 通常是比较有一个 次序感 相较之下 或是我愿意 纳入比较有次序环境 它比较适合机器人来应用 所以这个里面也让我们的 对机器人在医疗上的应用 或是发展 比较有帮助 其实国阳老师 你在这本书里头 除了解析电影里面的 机器人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章节 特别来讲我们最近的一些 机器人的一个进展 其中有一个好像就提到说 假如有一天 我被推进手术房 帮我开刀的进人 是一个机器人 这到底该怎么办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议题 你如何思考它 我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谈到说 我觉得机器人进军医疗 其实非常合适 因为医院的环境 是比较有一点持续性 然后我们在医院 会配合很多的这个作为 这其实是蛮适合 医疗机器人的发展 我觉得有一天 也许真的开到这机器人 也许那个时代也会到 因为慢慢机器人越来越进步 搞不好它真的手术 它手比我们稳定 然后它的感应器比我们多 也许到有一天 只要你足够多的这个知识 也许要帮我们开到 当然我想目前为止 我个人不会希望说 帮我开到这机器人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 达文心机器人 现在最有名的机器人 一个动不动就几千万 甚至上一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本身 它其实算是个遥控的一个设备 就是说本身刚才讲过 我们利用机器人 它很稳定的手 然后它很多的感应系统 然后它可以做很多的辅助 但是还是人决定 要怎么样来下刀 等于说我们今天 透过机器人 作为我们的手 我们刚才提到说 常常我们在做医疗 我们担心 人的这个解析度不是很高 但是机器解析度 可以一直的扩展 这本身就是很重要 然后它也可以做各种不同弯曲的角度的 这种器械跟运动 这本身都是优势 那尤其达文心机器人 用在所谓的这个 微创手术 就是说我们今天希望 人身上只要打几个洞 把器械挡进去 那本来人就看不到 医生看不到你的内在 所以医生是透过一个遥控的操控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呼应 我们讲就是 我们把机器人当作 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 人和机器人合作来完成一个手术 我想目前为止 这个方式还是给比较好 人和机器人合作的领域 而且我可以想象 未来一定有更多的 医疗机器人会出现 那台湾在这个领域上也很卖力 我今天我在文章上 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我们台湾也会在这个领域 慢慢扮有一个部分 也许不是完全机器人是我们做的 但是某些部分的一些设备 也许我们也可以进来 那我们对 我们在医疗上 比方说台湾有健保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优势 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把医疗机器人部分 再好好做发展 所以古阳老师 你那么喜欢看电影 你曾经因为看某些电影 然后看到里头的机器人 于是对你的研究 刚好一些新的启发吗 我本身倒是没有那么近说 看到一个电影 因为我觉得科幻电影 通常都走得有点远 天马行空 但是我的确听到一个例子 就是国外一个老师去看电影 他去看了异形的第二集 然后看到一个女主角 穿戴的一个机器人 去跟异形打架 那这个事情本身呢 他就真的把这个灵感带回去 然后后来就做了穿戴式机器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就写在这个文章里面 这绝对这个例子 其实我常常开玩笑说 这电影显然科幻的不够猛 所以就变成说有办法被实现 反过来讲 真的有可能从电影找到灵感是有的 那我在里面也谈到几个例子 就是跟这个相关 然后那个例子我特别是写在 异形这个电影里面 也谈到这个事情 比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例子 像我们都很想说借重机器人 那你可以想象 机器人要独立自主 完成很多事情的话 其实蛮困难 所以一个方式是人跟机器人合作 那合作的方式里面呢 一个就是穿在自己身上 你就是等机器人是你的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你就需要 人跟机器人要能够 好像合而为一 你怎么样跟他能够 你的想法能够传给他 那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多的 工程上可以应用 你比方如果做个机构 能够适应我们的行为 如果把人类的一些想法 能够脑坡的一些讯号 能够连出去 这本身就有很多可以发展 那像我在书上 就会特别以这个为例子 那如果说人跟机器人合作 我是用遥控 就是他不是跟我在一起 那这事情比方说像福岛何灾 他有个灾难 那我人不要去 你派机器人去你也不放心 你可能用遥控方式做 这个我其实也有在里面 用另外一篇文章去写它 基本上我大概写这本书的一个用意就是 我希望从电影里面去找到一些科技 是跟我们相合的 那这样的一个电影能够吸引同学兴趣之外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它里面的科技是不是可行 然后它到底有哪些重点 然后它会跟我们的生活上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和影响 这可能是我的企图 对啊我记得这本书里头也有提到像日本会开发那种可以演戏剧的机器人 或者是甚至到百货公司去卖衣服的机器人 对不对 那好像古阳老师也跟我们提到过 台湾现在好像也有人把机器人运用在一些卖面啊或什么之类的 有吗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也就是老师讲的就是其实蛮多这个 我那时候到日本在2013年去大马大学拜访 刚好就是因为那边的老师 平田之作老师他是个导演 然后沈耀老师他是做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大师 他们就编了一个舞台剧叫三姐妹的机器人版 然后这个表演当年度就来台湾表演了 所以我就观察这个表演的过程 那我把这个过程也写在这里面的过程 那的确你一个机器人来演舞台剧本身会面对很多挑战 那也很多有趣的地方 那导演本身他希望能够借由机器人在我们去上的展现 有点像虚弹我们去有点感受到说 未来如果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我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他有他的特色 那我们有的想法 那另外他暗示说 也许我们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有一天也许真的某种形式的机器人就在我们身边出现 那时候我们怎么面对 就是这个戏剧有趣的地方 我就是把这个过程 然后因为我跟着这个剧的他的排演 到台湾过程 我在把过程中的一些我的感想 也写个文章 我记得台湾现在好像有一个艺术家 黄毅对不对 他是跟那个工业型的机器人跳舞 这个你有看过吗 有 黄毅真是很有趣的一个年轻 他以前在云门舞集 那他就是很喜欢工业机器人 然后他跟KUKA KUKA是很有名的 德国制很有名的机器人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在业界很棒的一个机器人 那本身黄毅的演出 我有去看过 然后我就 我也把这个黄毅的演出的 这些里面需要的部分 我也写在这个书上 其实那个黄毅他本身对于写成是很有兴趣 真的讲 我要说他的这个机器人 在他的舞作的角色 其实有点像完全自己 只是一个他操作对象 他并没有说我去善用的机器人 有一些什么人工智慧等等 所以他给编排什么 那不是 这完全是黄毅自己的创作 可是他希望机器人跟他搭配 所以他就要去写那个过程 他说他常常几分钟的时间 需要写几个小时 然后那个剧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艺术 我要承认 以我的水准 我去看那个表演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就是真的 因为就是古典乐 然后那种现代舞的那个舞作 其实是蛮好睡 但是我本身对我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事迹 就是真的 你就这样回来讲 人跟机器人跳舞还是有点特别 因为机器人就是很强壮 然后很干脆 然后跟人这样对比 我觉得还是因为艺术家的敏感度 就是他们常常会看到一些 我们也许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他领略的也许还是那种 有一天也许 真的艺术领域就是会有机器人来 那我们怎么跟他相处 他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我很希望我能够继续 在相关的这些文章 能够去写到黄毅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 又懂艺术 又喜欢写程式 而且可以写好几个小时 甚至几十个小时 我累了 非常特别 不过你后来睡着了 不是 我是说 以我的水准 对 这很好睡 你特别强调这一点 所以你还是保持清醒就对 是不是 我至少还好好看机器人 其实我们谈了很多机器人很严肃的一面 我记得古杨老师也推荐我们说 台北现在就已经有机器人在煮扭露面的这种事情 那可见这个机器人跟我们整个社会的演进还有运用 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然后我看这本书里头 就从各种层面 社会文化面 还有机器人 他落实 就是说实际上在工业的角度 他能不能这样被落实 提出了非常全方位的那种叛逃 那我就很好奇 比方说 您在看各式各样的电影里头 有没有觉得有特别瞎的这种机器人电影 就是说你一看你就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会发生 我应该讲有一个电影就是拿机器人当幌子 我其实很喜欢林赖良这个演员 日本一个演员 他演了一个《我的机器人女友》 你会发现电影里面跟机器人的关系 真的很薄弱 因为他是名导演 然后名演员 然后我当然就依照我的惯例 我应该要去看这样的部电影 可是从头到尾都不晓为什么这个电影跟机器人的关系 然后他这个女主角还是有点失控 未来可以乱跑跑去 对我来讲就有点混乱 你这边讲有 他应该说他想讲一个 机器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相关 那我当然我没有睡着了 那但是这个过程的确是让我觉得说 这个电影到底想讲机器人什么 或是说他现在讲一些很特殊的一种感情的形式 对我来讲就至少以机器人来看的话 他并没有去碰触到机器人的一个特色 去讲到一些人跟机器的关系 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是我没有进入的电影 当然电影也许有一些我没有看懂的部分 像这种我会觉得 不能说他瞎 就是说他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 我其实个人很希望有一些属于华语世界的机器人电影 可目前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并没有这样子 其实这本书上我很想 我很努力的要写一个属于我们的故事 那可是我真的我要跟大家讲我卖力了 我最后选的电影还是美国为主 然后日本然后欧洲 我真的写不进去任何一本我们华语世界电影 我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写一本机器人的书里面 有很多我们台湾的作品 或是中国的作品我都很愿意 这实在是听到 这也是蛮令人觉得感伤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明明台湾也算是在机器人研究 着力非常的多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产出里面 好像对相关的议题的探讨真的很少 我印象中好像周星驰有拍过一部《长江一号》 他有一些那种科幻 那种科幻对啊 应该七号吧 七号是不是《长江七号》 我是考验一下你有没有注意 谢谢 我也专心听你讲话 所以是七号啦 是七号 然后记得非常早以前 就有人去考据过台湾 最古老的一个科幻电影 就叫做 名字叫《战神》 然后它副标就是关公大战外星人 真的有这部电影 除此之外就真的我们的文化产出里头还真的这方面都比较少一点点 那所以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看的这种美国漫威英雄系列 例如像这种电影的话 你假如从机器人专业的角度来看 那它算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薛文老师提到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 很有名的复仇电影 其实你要看复仇联盟电影里面 它大概组合了两个 我们认为不应该放在一起的元素 就是一个是 我们讲科幻 就是说它有个科学的根据 虽然不管它走的多狂野 或是说跟现实有个距离 至少它以科学为名 另外也叫做魔幻 魔幻世界像哈利波特 或是说魔戒 就是它其实是有魔法 辅佐联盟就是魔幻加科幻 它其实对我来讲 是很困扰的一种电影 是 就是钢铁人比较科幻 然后那个雷神就非常魔幻 那你放在一起我们怎么办 怎么可能会有雷神跟钢铁人在一起出现 就精神错幻 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就好了 所以从机器人学的角度 这个根本是 不太被放在一起讨论的方法 就像尺度 尺度 就像讲关公大战机器人 我们其实真的很累 我们怎么评判这个事情 混搭混搭 我们这个时代混搭 我记得在这本书里头 我曾经对一部电影 觉得里头的分析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都会看的 机器战警 然后听说它前阵子好像有出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对于你的分析 它有出现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我先讲一下 我们的年代没有一样 所以我还是比你看比较老的电影 1987年是机器战警的第一集 很原创性 那原创性的电影通常就是刚开始就是 也许卡丝没那么强 然后四倍没那么好 但是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那种 对于一个事物的感觉性 所以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机器战警 当然它基本上也符合机器人电影里面的 那些暴力的部分 我在书上写的特别写是说 一个1987年电影 它到2014年又在重拍它 可见这电影是被这个好莱坞认为是一个值得重拍的电影 比较那精神是有个不一样感觉 那重拍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预期 它一定资本变多 演员会变比较知名度比较高 但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在重拍过程中 它基本上的设定都一样 可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在第一次拍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男主角那个莫菲景泰 他其实是死掉了 然后到了重拍的时候呢 那个莫战警没有死 这种设定是很大很大的差别 就是一个电影怎么会说一个死 从死掉变没死掉 是很大的差别 但它其实呼应了一个状态就是 人工智慧的发展 在1987年的时候 人工智慧并不是很发达 所以那时候他拍的电影 为什么要做个基地战警 是他想要做一个机器 机器人很厉害 可是他需要人类的脑子 来作为一个他的主宰 所以他需要这个莫菲景泰死掉 来搭配他 可是到了2014年 其实我们多少 像离我们家很近 我们认为人工智慧其实很棒 像我们看到的高铁 自驾车 各种的领域 都觉得人工智慧是非常强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 人跟机器人结合的一个目的 已经不是要那个脑子 我们要的是那张脸 那个形象 就是说是人 而且是一个让别人很景仰 很佩服的警察 来作为一个战警 然后他有一个机器人能力 可我们这样想 所以你看那个电影本身 也有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观察一个电影的过程 你甚至看到这个趣味 就是说他其实在 会随着科技的演进 他其实有一个变化 像这样的电影 我就认为是 你刚才开始就问我的 我认为这些电影就属于比较经典 就是他真的有反映到一些时代 然后电影有看到一些 我们对于一个社会的期待 其实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也很希望说 不是只是在讲技术了 我就应该讲说 一个机器人的技术 在我们的社会中 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未来有可能 什么样的发展 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新科技来 不是只有都是正面的 也可能有反面 有各种的影响 甚至说会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 这东西是我真的觉得有兴趣的 这很有意思 因为这两部电影 它时空上大概相差了 有20年 超过 超过20年 然后这20年的科技进展 其实发生了很多改变 所以即便它的某一个电影的精神还在 但是它里头的科技的进展 却足以让它发生某些意义 所以我就猜 这两部电影讲 把它放在一起看 应该可以 看出很有趣的东西 你看到真的蛮好玩 你要问我真的讲 有时候原创性 是真的是让你觉得很重要 虽然你觉得整个技术 什么各种的场景 好像现代一定比较炫 可是觉得有这种原创力量 所以我们 反正讲 有时候我看机器人 我常常会想到说 其实重要的东西还是本质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不是只有表面 当然这个不见得从电影看到的 这样感觉 就是慢慢你会觉得 人跟机器人的关系里面 可能可以让我们一些 反思一些人的特意之处 或者说我们应该重视的是 哪一部分 没错 其实以前我都以为说 台湾的民众不喜欢看科幻片 其实我曾经去做过某些调查 就发觉说 其实没有啊 我们假如去看每一年 台湾十大卖座的电影 当然这十大卖座里头 像近几年 前十名全部都好莱坞 中间会有一两部的韩国片 那这好莱坞片里头 其实多数都是科幻片 或者是刚刚你讲的那个 奇幻加科幻 所以台湾的民众并不是 不能接受这样的题材 甚至是喜欢这样的题材 那只是很可惜我们自己 还没有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然后这本书里头的很多案例很有趣 像最近那个《駭客任务》 它有数位修复版 数位修复版 对啊 然后听说有人跑去看 他不晓得那是老电影 然后看完之后才发觉 原来它是一部老电影 只是它被数位修复了 所以他宣称要演一个最新的 《駭客任务》 最新一集 那有一个看看 大家都变老了嘛 然后你刚才讲那时代的精神有点变了 所以我也我很期待 他会怎么来看待 这过了几十年后重拍 不是重拍 就一个他的续集 他会怎么走 这其实有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系列电影 好像他跟着我们成长一样 我们看看他就 比方说《星际大战》一直 一路走过来在这边 像《星际大战》 不管你会怎么想 它就好像是美国人的一个童话故事 然后虽然是一个科幻的感觉 所以这种电影对我来讲 我觉得一定非写不可 因为他是个科幻电影 那里面当然很经典的机器人 这个部分就写有一个人形的 有人说他又跟《爱丽丝梦游仙境》 那个感觉很像 有这种呼应 所以其实有时候科幻电影说 它是一个预测未来 那常常也跟我们一些童话的感觉 或是跟以前的一些故事 有些连结是蛮有趣的 然后这本书里头 还有一个电影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这印象深刻 来讲说古阳老师就很像是我们学界里头 专门负责提供给大家 好电影片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知识来源 所以我里面好多的电影都是因为 古阳老师的推荐才去看的 其中那个《机器人与法兰克》 这好像在一般台湾主流市场 并没有非常的popular这样子 但它里面的内容真的十分有趣 它在讲 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头 假如说我们跟机器人 机器人已经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服务我们 甚至服务老人家 那假如刚好出现说 那我这个人类 教唆这个机器人去协助犯罪的话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当时为什么会 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单元 把它放到这个书里面来 居然老师提到一个很有趣的 像我 我里面讲另外一个电影 我也写在这个书上 就是讲机器人老男孩 你刚才讲说 日本的老年化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都是 就是说我们会认为 未来可能机器人会陪伴 我们的长辈等等 那我觉得这两个电影 我会写的原因是因为一个 我觉得很特别是说 台湾社会对于一个 跟老年化有关的议题 好像比较避讳 就比较不愿意去面对 其实我看机器人老男孩的 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我同时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电影 可能撑不过一个礼拜 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他演了四天六夏天 那当然一个原因是背景 是说因为日本的 毕竟对机器人的想象 跟科技进步 我们大概我们机器人 台湾人有一部分是很务实感 就是它是一个类似电器行 然后因为本来参加机器人比赛 机器人坏掉找个人来化妆成机器人 这样的背景 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个太胡扯了吧 可是这日本的社会可能 他们也许认为这个是很搞笑 但是他认为说 大家都想做机器人 那机器人可能从电器行做出来 也有可能 有一种这种 愿意接受他这种故事的设定 是蛮好玩的 当然我觉得比较有趣 像俊老师讲 就是我认为是比较像是说 他在谈的是一个老年化社会 一个长辈觉得被小孩比较不重视 然后他想要得到他的孙子的欢心 然后他想借由一个 我变成机器人 好像我变得很特别了 那我可以让小孩觉得我很厉害 很骄傲 这种幽微的情感 我觉得就是刚才有点提到说 机器人作为一个中介 然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 跟我们跟人跟人相处 那机器人坏就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他也是像老年化社会 我是一代神头 我现在不行了 那小孩觉得不行怎么办 把机器人丢给我 然后叫我跟机器人在一起 这样对我一样一个神头 怎么能够接受呢 我想那里面有很多失落感 一个是说我真的不行了 我需要机器人来帮我忙 另外是说我小孩怎么看待我了 就是觉得我不行了 那就叫我就把我丢给机器人 这感觉都有 当然他就变成后来有点正面的味道 他想想看 我跟他合作蛮好的 他当我的帮手 然后他去执行 那我来策划 这其实很符合我们刚才讲 人跟机器人合作关系 因为机器人毕竟没那么聪明 那我们来这样做一个合作 然后做个事情 那当然最后有一个卖点 好了 那我们失丰了被逮到了 那机器人要不要把我招出来呢 那机器人有一个天生的特性 就是说机器人不能说谎啊 他被逮到的时候 他又不能说谎 那他要把他主人招出来怎么办呢 所以他决定说 那我应该要被关机吧 那换那个老先生觉得 那怎么可以呢 我本来虽然排斥他 对 现在是我伙伴 那我可以忍受他关机吗 所以就变成有点像 我们又变成一个 这个亲情伦理剧 所以他这个电影 你看这个走法 其实很特别 但是我刚才俊儒报告就说 我刚才看到的是说 台湾对于老年号社会 这个题材本身的一个接收度 我觉得可能不符合 我们对机器人期待 你刚才讲到大片 我就觉得大片有时候 我不要说他无脑 就是我们对一个大片讲的 就是要大制作 然后很多的打斗 很多的声光效果 那其实有些电影 机器人电影类型其实不是 像一开始 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 而且欧美的 这个年轻的机器人学者 很多说受到这个电影启发的辩认 他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暴力镜头 他谈到自己很多的是人心 很多的人跟机器人关系 那其实很多的反省 那我们可能不要把机器人看成说 他就是一个 电影金刚那种类型 电影是很多的 声光爆破打斗 没错 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两部 跟老年号社会有关的电影 那看完之后都有一股 那个淡淡的哀伤 然后你就感觉到说 其实机器人真的介入我们社会的时候 会发生的各种 很微妙的那种化学变化 那这样子的东西 不太像是说只是一个爆破 或感官刺激 的那种带来的那种空虚感 对 所以这本书里头 这很多单元 他就谈到了我们能够观察一部 机器人电影的各种 很细微很微妙的切面 那这都是我觉得 在阅读这本书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阅读乐趣 那谈到这我就很想问问说 那古人老师一开始 怎么会想到要 写这样的一本书 毕竟我们的认识里面 工学院老师都很忙 我说的很忙不是说你不忙 而是说大家都很忙着在实验室里头 做这些很务实的工作 那秦于彼庚把它写成一本书 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任务啊 对于在工学院这么忙碌的老师而言 不晓得当时这本书怎么被吹声呢 我也是在想说我当初为什么会有 愿意写这样一本书 不过我想很多因缘机会 就是我本身参与一个科技部的 科普写说计划 那当然参照这计划的一个背景是说 我真的也很想做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是教机器人的老师啊 我教了二三十年的机器人学 然后我从机器人比较冷门的时代 到了很热门时代 我看到很多社会对机器人的一些误解 就是他们对他的一个想象或是期待 其实对我一个比较像机器人工作者的一个理解 是差很多的 我对这些事情有话要说 就是我很想跟大家讲说 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回事 然后另外是说 我觉得机器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样 因为机器人它有一个人的外形 它是一个跟我们互动性很高的一个机电系统 你看我讲成机电系统 比较说我不认为它有什么人性啦 什么生命啊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跟我们互动性很高的系统 它超过电脑超过手机 因为它具有所谓的智慧跟一些移动能力 所以这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它事实上 其实它没有意识没有感情 但它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它可以产生很多的一个很多的化学效应 我觉得那种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就利用我对电影的喜欢喜爱 然后把电影里面这些 因为这个机器人科技进到一个社会的脉络 去讲它的技术 然后讲它产生的影响 大概是一个想法 然后后来好像古洋老师也把这门课 运用在通识课程的教授上 对因为我想学生可能在 一开始要接受这种 很高强度的数学 跟那些公式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背景很好 比方说我是对不同科系的同学 他们对机器人有兴趣 我们把机器人的基本的观念传出去 然后我们从科万电影 左手机案件电影这个书上一样 我们就从几十部 我认为是比较有 有点能够说一些话 比较有一些诚意 跟一些跟你的这个观众互动这样的电影去写 它到底产生什么影响 这部分是我想要写的 我觉得我没有像去哪 我想讲那么好 就是我观察到各个面向 我可能就是对一个机器人 他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上产生影响 一些有感而发 然后他大概会怎么样 我有一个想法 我现在还像是个人的理解 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写作过程中 里面的科技部分要够精确 然后他可能产生影响 我们要比较周延的去探讨各个可能的面向 那这本书出版到现在 就是说你自己感觉到他受到的这个impact怎么样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书 但是我可以理解是说 我在各个场合去做演讲 或是跟大家在做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会希望看到 不是只有技术面的机器人的一个讨论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的是说 这个时代的科技跟我们的关系 其实的确是非常非常密切 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或是说对他的发展过程中 他大会产生影响 比方说我举例说 比方大家一场常常说 我们要做个有感情机器人 或是有情绪的机器人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怎么做出有感情跟情绪 因为机器人本身就没有感情没情绪 那这次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他使用上 他如果我们跟他产生一个关系 我可能拉回到我们所谓老年纪社会 你做一个机器人宠物给一个长辈 他有没有一些好跟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各个层面的思考 会对你在发展新产品是有用意的 比方说如果说长辈 过度依赖一个机器的宠物 那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甚至听过说 有些机器宠物在疗兰院里面 导致这个使用的长辈被其他人排斥 因为他一直跟这个宠物在一起 那别人就觉得他很奇怪 这个可能就有影响 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的 明明机器人就是比较机器的东西 你如何让他产生跟人的互动感情部分 就不能太一厢情愿了 你要去看他的能力能达到 或者说他的效果 不要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 我们刚刚谈很多 就写这本书非常正面的动机 结果本来都会想说 你是不是以前有受什么创伤 然后还写这本书 没有没有 这段不会砍掉 我写这个书本身 真的是 我觉得人家问我 就是我很想把一些 走进人类社会的机器人 写出来 所以说因为大家都认为 机器人是工业界 那在生活上的确有一些 那我很想把它写出来 那这个技术呢 如果跟我们在电影观察到的技术 有相关的话 对大家的讨论或是关切 会比较有一个好的方式传达 其实科幻电影本身 我这样看 我们不要寄望 你去看科幻电影学到技术了 不然我们就看Discovery就好了 这个很奇怪 科幻电影通常是说 我们就想象一个 不太肯发生的事情 它发生了 可是其他事情还是在我们社会上在运作 所以你把一个 好像我们拿到时光机 或拿到什么特别东西 然后如果发生了 那我们回到未来 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家觉得有趣 基于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我们会观察到 那什么是我们重要的 或什么是我们关切 或是什么东西牵动我们的情绪 这其实是我在写里面的一个 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乐趣 就是其实我在写后面 有时候我就顺着它的过程 看它它会怎么样的互动 当然背景还是很重要 就是我想要讲那个技术 但是我觉得很多趣味是来自于 这种跟人的互动 产生的一些感觉就蛮好 像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单元 其实会提到疗愈型的机器人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跟社会非常直接有关系的主题 像现在 寂寞经济啊 是一个非常火红的话题 科技很进步 好像我们的心里就越来越空虚的孤单 我记得这本书里头 它也提到 比方说云端情人啊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像郭文老师当时会怎么想要把这样的主题也放进来 对 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讲 谈到疗愈跟感情 因为它其实有点反讽 就是因为机器人基本上 如果说像我们这种来讲 我们不认为机器人有天会变人类 它不是生物嘛 它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就没有意识 就是说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就不会有感情 所以照说机器人去从事 跟感情疗愈的工作 其实是很不合适的 因为本身并没有自觉啊 我们今天会觉得受伤害 或是说我喜欢一个人 是因为我有自我 有所谓的灵魂 我才有这些感觉 那没有的怎么做呢 但是这个社会也很像郭文老师讲的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是很 常常大家会很寂寞 虽然人很多 那我们也有脸书都这些部分 我们常常会讲说 我们希望了一个关系 可是又不要太亲密 其实我们很怕那种太有温度的 但是我们又很怕被隔离 所以我们只要连说按个赞就好了 因为那种就是有感 有反应 那你不要太理我这东西 所以它让机器人产生一个空间 就是我也许有一个宠物 可是它也不是 真的是那种有生命的 可是它有回应 那个回应蛮好玩 所以说你去顺便来看的话 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机器人 它可以观察我的行为 然后它产生它的因应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当然 当然你会觉得它就不是自己 自己真正有那样的一个 内心有那样的一个感触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情境之下 这样就很好了 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 大家忙得不得了 如果这样的一个机器宠物 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也不见得很差 那云端情人当然更夸张了 它是跟AI谈恋爱 它根本就跟城市也没有实体 可是有一天会不会我们也到这地步来 你想想看 这城市严格讲 我们跟手机 手机严格讲也是一个城市 一个萤幕 跟电脑也可以很密切 你透过它的网络也无眼佛界 而且未来的话 它也可以连累到很多的知识 反应 甚至它只要配上声音 我们就很有感受 其实有时候是 我们是能够沉浸到那个环境 就很比较重要 就是它本身无心 但是我有感触 这样就够了 这对我们未来社会好还是不好 我们可以想想看 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多借重这些 属于这种人工的 然后是一种 不是那么在意内在的 那也许我们就觉得这样也不错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至少 我们藉由这些电影 跟这些互动的讨论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人在意什么 我们在生活上面对的是什么 那也许 我们讲的一些深情深等等 搞不好它也会变成一个稀有的事情 或是什么等等 那个就是反映一个时代的演变吧 是是是 而且随着AI科技的越来越进展 都可以想象说 这种服务可以做到更加的细致 然后到时候 人跟机器人之间的那种界限 跟情感的界限 就变成会 感觉好像就是越来越模糊这样子 我也不晓得这好还不好 是搞不好就讲运用说其实我们也没那么在意 或者我们也没那么生气 是这个搞不好的世界 你会面对很难面对的现实 所以古洋老师接下来还有下一个阶段的写作计划吗 如果交到出版社愿意给我计划 我会很努力的看看怎么样 我现在目前是有帮苏维时代写专栏 那我觉得他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就是 因为我每个月都要结稿 所以每个月我都要去找个题材 然后去写一些东西 刚才June老师谈到的那个牛肉面就是 有人告诉我说 机前开煮牛肉面了 那依照惯例我就得去吃一下 而且我吃的要比别人辛苦 因为我要看他怎么做出来 从业过程里面怎么重要 那到底那个老板为什么要做这事情 我还挑那个刚开门的时候 老板不会很忙的时候 设法跟老板稍微了解一下这整个过程 那我收获很大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刚才讲说写书 我现在比较不会当他是一个压力 我最后June老师是著作等身 很多作品 我相信你有你的感触 但是我的写作里面 我觉得要逼迫自己去观察 然后其实那个逼迫的过程中 我还有点领略到一些好处 或是整理自己的思绪 我觉得不错 我希望有机会 我还是能够继续我的写作生涯 太好了 所以很希望罗伯特玩假的 他未来还会有续集 我们引颈期盼 因为每年都会出这么多的科幻电影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 假如真的每次果羊老师都可以出来 帮我们解析一下每一部电影背后 不管是他的科技或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那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我们今天透过这本书 我们看到了好多机器人发展的现状 还有他在电影里头所展现给我们的那个样貌 那果然老师可以再帮我们谈谈说 你的预想里头 整个机器人的发展 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 预测未来永远是很难的事 那我就拿深圳的老师 就是我们机械领域很有名的 以前是日本东京工艺大学的一个教授 退休教授 他有一个理论叫做恐怖理论 就是说到底机器人 在发展过程中 他的行为跟外观 我们要怎么做设计 这样的想法 他提出已经这样的是说 如果一个机器人的外观或行为 很接近人类的话 应该越来越亲近吧 可是很特别 当你亲近到个阶段 很像到个阶段 可是还没有完全像的时候 你反而会觉得很恐惧 这个其实是有的 比方说一个像玩偶的 你可能觉得很亲近 可能还没有很像 可是它变成僵尸 它很像人类 可是你觉得很害怕 就是从你从像到 不像到像过程中 要像不像那个 那个过程其实是很恐怖的 这叫恐怖股 那我们机器人发展过程中 就是越来越浪越来越像 那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的发展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跨越恐怖股 就是我们做出一个机器人 比方说我们今天 我突然发现 反目我的俊宏老师竟然是机器人 这种事情应该蛮难的 就是说竟然是这样的 这么有风采的 绝对不可能是机器人化妆的 不如等一下去充电 插头在哪里 如果说有一天 有没有可能要做出一个 真的像人类一样的机器人 没办法被认出来 他可以通过所有的图灵测试 应该是很难 就是我发展过程中很难 那我自己认为说 要到那个阶段 就是机器人真的像人类到无法分别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 很难 另外是说 我认为一个地方不太容易跨越 就是说 机器人他就是没有生命 他就没有意识 没有感情 所以你问我未来发展 我会觉得说 机器人可能还是比较难取代那些 需要一些感情 比方说艺术领域 我觉得应该是蛮难去跨越的 我觉得应该蛮难 因为属于人类 比方说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曲子 画很好的画 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 也要看人类 但是我们有时候 你会发现说 机器人做的曲子 或是他画的画 他很受欢迎 甚至卖的很贵 怎么办 他接下来通过一些 这个中文比赛的奖项 那到底知道是什么回事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 怎么看待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要预测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机器人应该没办法 像人类 然后他要取代我们 应该也会比较像 偏向于一些 比较自视的活动 比较难去取代 像是那种需要 很多的心灵的反应 所以我们跟机器人 相处的方式呢 我们大可放轻松 把它当做一个 很好的合作伙伴 当然我们要去预防 有些奇怪的人 去使用机器人来对付我们 但是本身 他本身 他不会有一个想法 他主动要来 伤害我们 或是说取代我们 其实是不是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可以 藉由认知 他本身的特质 然后去善用他的特色 然后彼此合作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可能是我这样想 那我在这本书的结论 我大概也是以往这个方向 来做一个比较正面的ending 当然每个人对机器人 或是说人工制的未来 都有不同的想象 但是我个人会认为 它的本质上应该是 不至于会发生 比较负面的部分 OK 所以感觉古阳老师还是 给我们人类跟机器人的互动关系 勾勒了一个蛮光明的未来 我是这样希望的 我希望我跟我访问的是 真的是人 真的吗 我也希望我是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是不是整个机器人的发展 就会像古阳老师在这本书里头 所预测的这样子一样 我们当然也非常期待 是不是在这本书之后 我们在未来还是 同样可以看到古阳老师 继续帮我们去解析 电影中的各种 机器人的样貌 甚至在另外一本书的后继 给我们一个 蛮更不一样的一个 对未来的一个预测 我们每个人都拭目以待 那我们今天的重磅阅读 就到这个地方 所以还是请大家好好的支持 这本好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